在慢性鼻鼻痘炎的治疗中呢 咱们通常会推荐一种就是物理疗法 也是咱们通常所说的鼻腔冲洗 鼻腔冲洗呢 首先是冲洗液的选择 那我们可能会选择0.9%的露化纳溶液 也就是我们说的生理盐水进行冲洗 也可能会选择2%到3%的露化纳溶液 也就是我们说的高盛盐水进行冲洗 生理盐水和高盛盐水 它们冲洗呢 既于相同的地方 而不同的地方 那么生理盐水呢 主要起到是清洁的作用 清除盐性蜂蜜物 清除过敏物质 清除一些盐性的物质 而高盛盐水呢 除了以上作用之外 还同时还需要消除水肿 改善鼻塞杀菌的一些作用 因此呢 就说什么 选择合理的冲洗液的品种的话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再一个呢 就是冲洗的这个时间 咱们通常呢 会选择每日两次到三次 通常在早晚各进行一次 当然了工作比较忙的情况下 一天冲洗一次 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鼻腔进行冲洗 冲洗完毕以后呢 可以把鼻腔剩余的一些 激从那些盐水呢 可以轻轻洗干净 这样呢 有利于鼻腔内药物的应用 比如说咱们冲洗完毕以后 有可能会用到糖皮质激素的喷剂 这样的话 清洗完毕 鼻腔清理干净以后 这些药物直接可以作用鼻粘膜 作用效果会比较好 再一个呢 就是冲洗量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冲洗液的使用量呢 每次 鼻腔通常使用量 在125毫升到250毫升之间 具体情况 根据个人的这个 实际情况而定 冲洗液 因为量太少 起不到清洁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冲洗的力度 冲洗的力度 通常情况下 如果说是冲洗的过程中 感觉头疼或者是不舒服 乃至是出现了鼻出血 或者耳朵出现了发懵 那么这种情况呢 说明冲洗力度过大 需要调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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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